刚才讲了一些光影设计的原则 那么回到我刚才正在画的这幅画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设计这张画里的光影呢 下面我们回到这张画来分析一下 这张画的光影里面如何设计 在这张画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所处的位置其实是窗口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 因为摄像机的位置就是窗口的位置 那窗口一定会有光线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控制 就是光源现在的方向 比如说现在假如是下午的时候 光源的方向可以比较斜 可以是沿这个方向射进来的 那么它跟摄像机的这个视角 其实就有大概45度的一个区分 那假如我可以让它再斜一点 让它成一个非常醒斜的角度 从窗口射进来 那这样的话呢 人物就会稍微更有立体感一些 而且这样倾斜的灯光照射进来 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 窗口的这个灯光会形成一道 非常狭窄的一个灯光带 照过来之后呢 可能我的人物的 在画面左边这条边缘会被照亮 小毛骨的这个边缘会被照亮 而这个近景的这个东西呢 很可能就是在阴影之中了 它在这个灯光带之外 这边呢 这几个物体肯定是在灯光之中的 但是呢 它也可以只是照亮一个边缘 那么背景上的东西呢 其实我可以说它都在阴影里面也行 或者呢 只有一小部分在灯光里面 而这一些大面的地方 都是不会受到光照的 那他们就可以 很好的把人物衬托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我老婆这个位置 它是没有阳光照射的 那么这个时候 所以我在这边设计了一扇门 实际上我家这里也有一扇门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门里面 会透出很强烈的反射的阳光 那么这个门里的光线 就可以把这个角色的一个边勾出来 再加上构图上的强调 就可以让这一组角色也能够被看到 好 那么我们来实现 我刚才设计的这套灯光 要实现灯光呢 其实需要一些绘画上的技术手段 我经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 正片叠底法 对于这种室内的场景非常管用 首先我们在最上面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把它的图层叠加模式 设置成正片叠底 我们刚才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叠加线稿 在这个上面呢 我用任何颜色画 都会比下面的图层所显示的东西更暗 这个时候 我给它添加一个阴影 选择一个阴影的颜色 把它叠加上去 那这样整个画面就像关了灯一样会变暗 实际上我选的这个颜色 并不是很重啊 如果把它换成正常 叠加模式 会发现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 但是变成正片叠底之后 下面都会变暗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在上面擦出 我们所需要被光照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好像 是被光打亮了一样 具体操作的时候 为了更准确呢 我会载入之前有的一些图层的选区 作为它的模板 比如说我先画我身上的光线 那我就点击一下这个图层 然后点选择 我这个图层所有有像素的地方都被选中了 然后再回到刚才这个正美阶级的图层上面 开始用橡皮 我还是使用的工作室画笔 或者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些有机理的画笔 比如说书法画笔 书法画笔的页岩 这个时候擦除 擦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需要有一些我们 对光影方向和人物立体感的理解 就大致在这个光照之下 人物会有多大面积被照亮呢 我现在画的呢 相当于是一个和摄像机角度非常大的一个角度的光照 是一个侧逆光 那我刚才我们分析的其实不是这种角度的 我们做不到这么倾斜 那整个这个人物其实就会被更大面积的照亮 我还是换回这个琢磨画笔 这个比较直接 可以选择一个直径更大一点的话笔 这样擦起来更方便 如果发现差多了就可以用画笔 接着用这种颜色再画回去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前景上的这些叶子 其实也被擦掉了 它们好像都是受光了一样 其实我想让它们在阴影里面 那我处理完人物 这个时候我选择一下前景的叶子 选择 然后在这个图层上点填充 马上就都回到阴影之中了 接下来处理小毛骨身上的光 还是这个图层 点击选择 然后用橡皮擦一下 擦错图层了 其实它嘴里是不会被照亮的 现在只是把它当作一个 球体来考虑的话 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身上这边也会被照亮 把嘴里颜色填充回来 下巴也会在阴影之中 小毛骨手里拿的这个瓶子 也会被打亮 用橡皮 其实现在就是在用画笔和橡皮来画光影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 比如说我们整个画面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被光照亮的地方 而阴影的部分很少 那我可以选择 直接用正面积的这个图层上什么都不放 然后再开始用这种阴影的颜色在上面画 这样就会比较快 但因为我用的是侧逆光 是侧面的光线 所以阴影的面积很大 所以现在这种方式是比较节省时间的 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左边这一组叶子 肯定是会受到光照的 选择它们 然后擦除一下 又选错图层了 在阴影这个图层上面擦除一下它们所在的这个区域 橡皮用这个比较粗一点的橡皮 输液之间会有一些遮挡 所以它们的光影不用太过讲究 如果都把它擦出来的话呢 其实反而会不太真实 稍微留下一些手绘制作感的痕迹 然后呢 然后这个地方 好 那需要选择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图层 把这个花盆的这个这一面擦除立体感 好 然后 这个花盆也要 这个时候是没有选区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画得准一些 好 把选区取消掉 其实如果完全没有选区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两面线描得完全一样就可以 我现在这个地方就需要涂手来擦一下 稍微多擦一点 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效果 只要不插得太多就可以 好 那在这个地面这个石板 其实也是会受到这个光照的 但是它上面应该会投下一些阴影 因为有些架子放在上面 这个架子受到光照的话 那这个石板上都有一些阴影的 为了让它躲过这些架子 我可以选择这个架子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反向 有一个反转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一层一层的给这些人物增加光影 这些不同的物品增加光影 那样的话就会更精致一些 更精确一些 在我工作之中确实有的时候会用到这种手法 但是对于这种平面效果的插图而言 这种方法就是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把所有的阴影层都放在一起 放在最上面 好 这就是下面的石板 窗台的石板被照亮了 这个区域 我可以再画一些投影 这投影不一定真实 但是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它这块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真的有一些这种条形的投影 会显得更丰富一些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程度 太多的话反而会寻觅得住 也可能会擦掉一部分 好 这样的话其实稍微有点不合理 因为一道阴影正好在小毛骨的这个位置 按照这样推论的话 小毛骨应该就在阴影之中 所以这个阴影的话 我应该把它去掉一点 至少小毛骨这里是受到光照的 这是在用人脑来推算这个合理的光影 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做动画的概念设计的时候 设计光影要求的比这个要严格的多 在这里面我可以自由的发挥一些 比如说这里没有东西 但我可以把它加上一个影子 但是在动画的跟光设计里面 其实就要求的比较严谨了 好 现在人物的和这个前景的这个光影 基本就画的差不多 我可以假设那边还有一个植物的话呢 那这边其实就可以让这个光影的光斑更加破碎 有一些小的点缀 省错的颜色 刚才这个角其实是非常忌讳的 因为这种画面中两个线条 正好相较于这个画面边缘的这个角 会非常的引人注目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去掉 在画面构图里面也要忌讳的这种 比如说一个桌面正好跟这个 正好和画面的角相切 也是非常忌讳的 好 这光斑加上之后呢 这个光影就更丰富了 这个时候我希望把我的这只左手 就是画面右边这只手 也稍微能强调一些 我可以假设它有一点点光 稍微硬亮它的边缘 接下来呢就要处理第二点灯光了 就是我老婆和小米过这里 他们现在都在阴影之中的 因为我们假设的也是阳光的反射 它就可以跟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还在这个上面去处理 选择 然后用橡皮 橡皮里面用工作室画笔 这个时候呢为了表现这个光比较弱 我可以把这个笔刷透明度调低 然后一次性的把它勾出来 当然把透明度调低的后果就是 如果画两笔的话 其实它就效果就不会太好 光影的形状跟我们在处理线条 和处理剪影形的时候一样 也想让它做到尽量的平滑 因为它本质上也是一条线 是切割亮部和暗部的线 我再给这个 这边的花呢 稍微增加一点点灯光 好 这个最基础的主光的绘制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这个光和阴影之间的颜色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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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